2022款的赛600 赛600最大的特点 四缸 这款车和过去比 厂家宣称是有了15项的升级 咱大概的说一下 首先咱从外观看上去 如果是纯红色的 太像杜卡丁那个威斯 有了这么一个定峰翼了 厂家说定峰翼 在150公里以上的速度 可以提供4到5公斤的一个下压力 一个5寸的TFT的液晶仪表 这因为是一个展车 它没法通电 这块仪表已经集成了 你像过去的TFT 可以投屏 可以拍压检测 拍微显示 以及你对你这个车辆的状态的 一个随时从手机的APP上 可以看出来 油箱现在变大了 油箱现在变成18升的油箱了 你结合着它百公里 如果耗油是6升的话 那续航小300公里了 后座这一块有一个上扬 现在据说是上扬了50毫米 协调吗 你看还可以 是吧 坐位这样了 坐位变成790了 790对于你这个座高 还是有压力 我觉得 785还行 小人一车 785的我记着 其他还行 因为这个车整背重量213公斤 相对来说 对于这个排量来讲 如果是女士骑的话 还是有那么一些压力 毕竟柴嘛 你总是说的 小人一车 小人一车 168公斤 这个213公斤 9000段以上 屏幕会给你一种全新的显示 看一看吧 一上纠缠应该就是变红了 这个纠缠 拍完了吗 拍一下 这是我们山东的第一位新款赛600的车主 他的上一辆车也是赛600 这次算是个全新升级的 啊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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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